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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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攻者有先攻者的优势 那优势是什么 代理者也 现在你们的研究策略有所谓的手动者的优势 手动者 手动者就是先除战略 他先攻 先在某一个地方 创造出一种新的战地 新的竞争的领域 先开发一个产业 有一个新的产品 这产品呢 他先提出来 策略研究当然也有种说法 手动者不见得有优势 可能是第二个进攻的才有优势 那确实也没错 你手攻者一提出来的话 人家可以去改进 将来最后能够胜出的人 不一定是手动者 不一定是先除战略 但是先除战略的人呢 虽然不一定能够打胜仗 但是他有一个优势 那优势是什么 他可以代敌 代敌什么意义 那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问题是他手呢 有一些东西容易手 手的意思就是人家攻不上来 那现在呢 你初开发一个新的产品出来 那人家模仿你的话 你手守不住 除非你能够守不住 你能够有一种产品 人家没有办法去模仿 你守不住 你的产品容易被人家模仿的话 你守不住 虽然你能够拥有一个月的优势 一年的优势 可是第二年以后 人家模仿起来 你懂意思吗 所以最终胜出者固然不是手动者 可是手动者永远有一个优势 那就是代敌者 是吧 所以 虽然我不说了 那个 不一定手动者呢 最后可以赢得战争 但是呢 你要记得 先处战地 和代敌的 它永远有一个余裕 有一个空间出来 它可以界定 它可以定义呢 这场战争 所以 这个地方是可以去参救的 关键就是 虽然你有了手动 优势 可是问题是 你能够守不住 所以模仿呢 像现在的这些 企业的竞争里头 很重要的一个 它无间不摧的 就是 你一旦 被人家模仿的走的话 那你就守不住 所以 有没有什么东西 是别人无仿模仿的 真的变得是企业竞争的一个 一个自为关键 的一个策略要点 但是呢 为什么要制人的不自于人 如果你的东西 别人没有办法模仿 制人 或不受自于人 如果你东西可以被模仿 很容易被模仿的话 你很容易就受自于人 所以怎么样去 拥有一个 制人的不自于人的一个 一个特点 一个优势 一个技术 一个配方 一个秘诀 的辨论就是 现在在企业竞争上 一个 一个 贏的关键点 那么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游戏规则 那这个 我们上次也提到这个地方 那 这个上回都提过 那我刚刚问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制人的不自于人 为什么制人的不自于人 制人不自于人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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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的优势是什么 他掌握主动 那掌握主动跟在被动的情形之下 就是人家发牌啊 你只好跟着 怎么样呢 你一旦发觉呢 主动在别人的手里头的话 你要做的不是去攻击 自己也不是去防守 我还做的是我怎样去 从被动当中 把他扭转过来 你可以慢慢慢慢的 强有主动 所以 所以你现在在各个领域里头 你要注意的一件事 就是 主动权 一个 的一个 制人的不自于人 所以刚刚问你们 为什么制人不自于人 这就很重要 就来争取主动 那刚开始呢 我们先到一个地方去 一定是 要先观察 那在观察的过程当中 当然一定是 就是老手 老鸟呢 人家会比较掌握主动 那你如何在一段 学习的过程当中 慢慢变成 你能够跟人家叫牌 跟人能够慢慢跟进 就是你在学习 你慢慢变成 你可以主动 那么第二段呢 以利害来调动敌人 能使敌人自治者 力之也 能使敌人不得治者 害自己的 这就要看得西风平常 可是你仔细想 一般人呢 要调动敌人 都是直接的 告诉人家 你去做这个 你去做那个 现在孙子提出来说 你不要直接告诉他 不要直接面临他 你能不能设一个利 他自然就会去做 你能不能设一个害 你叫他不要来 你设一个害 他自然就不会了 哪一个比较高端呢 哪一个比较辛苦啊 哪一个比较有效呢 对吧 你苦口婆心叫人 他不要这样做 不太有效 人家不见得会怕你 对吧 所以你如果能够设计一个 一个机制 设计一个方法 设计一个 一个什么样的诱惑 设计一个什么样的利害 你自然就达成目的 那这个可以改变我们一般人呢 很多的习惯 你们体会到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你要去 鼓励员工的积极性啊 我想你可以设定一个办法 奖励办法 设定一个什么样的奖励办法 你要员工有什么样的行为 你不需要看到员工 什么样的不好的行为 你就设计一些鼓励 跟惩罚的机制 这样就可以驱动员工 多往来方面去前进 这个是很简单的运用 那不要跟员工了 假如说跟同事相处 那你也可以呢 设计某一种利 设计某一种害 你自然就可以 让人们呢 会趋吉 趋利利害 那人性的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趋利和利害 人都想要有利 不想有害 所以如果你能用利害害 来形成一种自自然的一种 驱动的一种机制 自然就可以达成你要的目的 所以孙子 孙子兵法不是那种很硬邦邦的东西 你这样一读下来 现在到第六章 会不会发觉到 孙子强调一切事情其实都是知 然后智 就是多用脑筋 所以孙子兵法不应该是一种 熊啾啾气昂昂的东西 懂孙子兵法你会发觉 很奇怪 强调不要跟人家起冲突 还没读孙子兵法 或是对兵法了解不够的人 可能会觉得读兵法就是害人 读兵法就是学技巧 学坚盟 可是你慢慢读了以后 我发觉孙子兵法不强调这些东西 大自然本来就是趋利避害 本来就是毁道 你看动物想要去谋求自己的生存 他一定要化妆 一定要把自己的颜色 变成跟周遭环境一样 所以他就可以避免猎人去追上他 所以他一定要隐藏 大自然万物本来就是 就是如此 所以我看有些同学写了这个 第一次的报告 有些同学会懂得观察这些东西 发觉诶 确实孙子兵法跟大自然万物求生存的一些 基本本的这一次 那孙子就从这边进行慢慢发挥 你会发觉孙子兵法不是那种硬邦邦的 这有一些企业组结人家觉得说 很会下命令 很有破例 声音很大 那不是孙子兵法的一种特质 孙子兵法的特质是 强调准备 强调资讯情报 强调动脑筋 怎么样设计利害害 来驱使 敌人按照你所规划的路线去前进 而不是驱兵把他打 打到这条线以后 你可不可以在这边设一个什么陷阱 让他不敢跨越这边来 而不是用兵队去把他打 打到他他不敢跨越这条线 这两种做法完全不一样 孙子兵你强调后者 那速速你可以彰显出 他是没有智慧 所以这句话呢 这道文字呢 也给我们充分给我们这样的一种 一种 启发 就是射利射害 自然就可以达成我们标准 上次也提到这个 出其所不屈 虚其所不义 行千里而不劳者 行于无人之地也 这个都是讲实空虚的概念 公而必屈者 公其所不所远 你为什么能够公而必屈呢 因为你攻击的地方是虚的 所以你没打的地方 一定都能打得到对手 没有人嘛 虚处 手为什么可以手的一定老 因为没有人来打你所守 防守的地方 所以你一定可以防守的对方 那这两句话看起来好像 好像没什么 可是在衬托出他想要讲的话 他想要讲的话是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有一些是 你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打赢吗 你一定不会输吗 因为竞争者只有你一个人 所以你一定赢啊 所以你应该做的事是如何 让别人不会来跟你竞争 我从这一头去推出来 这都是虚实概念的原生 所以善于攻击的人啊 因为这样的概念 引用之下 善于攻击的人 敌人根本不知道 要怎么防守他 知道吗 善于防守的人 敌人根本不知道 要怎么去攻击他 为什么前面的话语 跟后面这个结论 扯上关联线呢 这个就是大家思考的 上次我也花了一些时间 来解释这个点 那关键怎么连结 攻而必取 攻其所不守 守而必顾 守其所不攻 好 这四句话 跟后面 敌不知其所守 善守者 敌不知其所不守 怎么去跟后面 这些概念连结起来 上回也错过一些 上回也错过一些 有谁可以说一下 这两个概念 怎么去连结起来 为什么很会攻击的人 敌人根本不知道 怎么防守 很会攻击的人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很会攻击的人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敌人根本不知道 要怎么防守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顺着我们刚刚的语力来讲的话 很会攻击的人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好 顺着前面这个概念 攻击为什么一定可以赢 因为你打的地方 别人不守 防守的地方 为什么你一定跟防守很坚固 因为你防守的地方 别人不打 因此 什么是善于攻击的人 你知道吗 什么是善于攻击的人 前后的逻辑就很清楚了 什么是善于攻击的人 善于攻击的人 敌人 根本不知道怎么办 为什么敌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办 就很简单 就是这个逻辑 善于攻击的人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善于攻击的人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一个永远不会让你知道 他要打他的一个人 善于防守的人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永远不会让对手 知道你要守他的地方 这就是虚实的概念 不知道对各位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领略到这个味道 所以 我在哪个地方进攻 不可以让别人知道 何时进攻 不可以让别人知道 我怎么打 不可以让别人知道 我攻击哪个点 对手不可以知道 我如果防守也一样 这对各位有什么启发的 这道文字 深具启发的 对不对 所以行人而我无行啊 开始慢慢从那边布局出来 不知 敌人不知我知 敌人不知我知 这个行人现在大家常讲的 就是资讯不对称 资讯不对称就是这种理念的一种 我知道的永远比你对手还是太多 可是这边是 我知道你不知 所以没得比 资讯不对称是我知道100 你只知道90 或者我因你10 就资讯不对称 这边是绝对的优势 是我完全知道 你完全不知 怎么去把战局演变成为这样的一种绝对的一种对比 这就是先前呢 在还开战之前呢 两方呢 会打仗的那一方呢 就要怎么去布局 布局成为我在哪边打 我攻击哪个地方 对手完全不知 这个 这个话 这些概念 有没有味道啊 孙子所讲的也没有点过一些什么其他 他就是说 我们都要在竞争 都要在竞争 都要在竞争某一个顾客 这个地方可不可以给你什么钱 攻击点在哪里 我要打什么地方 不可以让对方去 我要用什么东西来吸引顾客 不可以让对方去 有没有 有没有一点味道 对方不知道 其实你知道 这里头变成是一种知识 完完全全的一种 判然的一种差异 敌人完完全被我知道 我完全被对方不知道 会形成一种绝对的优势 因此呢 什么是善攻者 善攻者是敌人根本不知道 他要怎么防守的一个人 为什么敌人不知道 因为敌人根本不知道 善攻者要攻哪里 你懂吗 一旦形成这样的一种强烈的对比的时候 你的优势就判然 完完全全站出来 完完全全站出来 虚实篇 看到没 虚实 对方像鸡蛋一样 我像石头一样 明明两个人一样 为什么会变成 你把局势把它操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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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到最后变成是 一个是石头一个是鸡蛋 没有问题啊 有没有问题 知道 知道这个地方 他的意思是什么了吗 那怎么又知道了吗 是吧 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这边很漂亮喔 很漂亮的东西 好 好 OK 所以进一步延伸 也从这样的概念进一步延伸 人说维护 维护 最余无行 很细微很细微很细微的 细微到奈米的层次 像这样的概念 以至于根本无形 对方根本完全看不到 无从探索起 无从采访 无从了解 生物生物至于无上 没有任何一点阴身 没有任何一点形状 往往全都是什么 无神无心 在这样的一种对峙的情形之下 才能够作为 指挥调动敌人的这种力量 我完全可以操纵敌人于我的手掌 为敌之势力 所以 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地步的话 进而不可遇者 充其也许 为什么继续往前进 而无法抵挡 因为我冲的是对方的虚度 退而不可追者 速而不可急 因为我退的速度 对方根本赶不上 也可以说我退到哪边去 对方根本也不知道 因此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即使我向后退 我也可以变成主动 看到没有 向后退一定是你觉得有所不及 或是你要引诱对方 可是你如何在后退 在这样看起来 形式不太有利的情况下 你仍然会占据主动 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对方的速度 挡不上 或者是呢 我前进的时候 我前进攻击的地方 是对方的虚处 都可以形成绝对的主动 所以不管我前进或是后退 我都可以扮演主动的角色 所以我如果扮演主动的角色的话 那么我如果想要站 你即使躲在地垒深沟 躲在非常高的垒包的后面 非常深的这个沙沟的后面 不得不与我站 谁主动 我主动 如果我 我不想站 因为他下了一句结论说 因为我为什么会完全主动 我要打他 他没有办好 防守 不得不与我打 因为我攻其手臂就来了 这句话 大家要知道 我想有一些人也是了解这个道理 那如果我不想站 但我画自己的手致 敌人也不得 没有办法跟我站 为什么原因 因为我乖其所知 所以彻彻底底都是我占优势 不要讲占优势 占优势是大家现在所讲的概念 孙子讲的概念不是讲占优势 孙子讲的是什么 主动 请问主动比较有优势 还是占优势比较有优势 你要追求主动还是追求占优势 追求占优势 占优势 当然现在的人都追求占优势 对不对 请问我主动你被动 哪一个比较有优势 我的问题很简单就是 到底主动对被动所占有的优势 是不是一种绝对的优势 不是 孙子这边所强调的是主动 一旦我主动的话 你即使躲到哪个地方去 你也不得不来跟我站 如果不想跟你站的话 你不管到哪边去 我永远还是一样 可以不出来跟你站 这谁主动 整个战局的操控主动权在谁的手上 在谁的主动权上 在我的手上 我想要站 你就不得不跟我站 我不想站 你也不得不跟我停站 为什么谁 为什么能够坐到这样的地步 要告诉你秘诀 如果我要攻的话 你不得不跟我印在 我攻的地方是你必救的地方 为什么我要守 你就不得不 我要守的意思 我不想跟你打 那你想跟我打的话 你也不得不跟我停站 还是听谁了 还是听我们 所以不管是守还是攻 我永远都扮演主动的角度 不要听我 这种优势是什么样的优势 不是像我一般所讲的优势哦 这种优势 是另外一种level的优势 主动与被动的优势 知道吗 这懂吗 懂不懂这意思啊 所以 如何能够变成有这样的优势呢 关键的地方呢 是在于 上面所讲的 微乎微乎啊 至于无形 深乎深乎 至于无生 只要能够占据这样的一种 重要的位置的话 什么样的位置 无形无生的位置 无形无生的角身 那我就能够开始 扮演战场上头的一种 主动的角身 就可以对敌人发号使命 这发号使命的结果呢 就变成是 一切主动权都超出在我 我前进 对方呢 没法抵挡 我后退 对对方赶不上 我说要战 你不得不陪我战 我不想战 你不得不跟我停战 你看完全 完全是听谁的 完全都听我 这种优势 只是一般人所讲的优势吗 各位同学 这种优势 变得是一个 完完全全的主动 完完全的 这一种绝对的优势 就不只是 我们一般所讲的优势 我的数量比较多 我的战舰比较多 我的海军比较强 我有比较多的导弹 是不是 所以我永远有某些优势 这种优势是 战局完全听我们 所以谁是战地的指挥官 两军相战 完全听贾方的 以方完全驱从贾方 这完全是什么意思 完全是变成是谁是主动 谁对战场 八号辞令 贾方 完全对战场合成 所以战具的绝对力 知道吗 怎么样才扮演这样的角色 然后取得这样绝对的优势 扮演战场上头的指挥官的角色 对方完全要听我 我喊打 大家打 我说我不要打了 对方不得不跟我打 对方不得不 这个 抵战 是这样的意思 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个 啊 掌握所有的情报 情报才能做到 还有没有 掌握所有的情报 请问掌握所有的情报 为什么就可以达到这样的地步 如果你碰到一个对手 你掌握情报 对方要掌握情报 这是要怎么办 这不是打成平手吗 这很得打了吗 是吧 怎么样能够形成 战场上的完全主动的角色 不要说完全主动 至少占有主动的优势 燕转讲的是掌握所有的情报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别的想法 不一定要透过例子来思维 现在你们 你们比较 比较善于思维的都是 透过例子来想 那我现在问一些问题 不一定给你们什么例子 但是你可不可以动用 你老心去想 我怎么样去扮演这样的角色 在战场上 我能够对敌人发后生命 不能为敌之生命 如何做到的 我如何能够对敌 发命令 情报 陈彦轩讲情报 还有没有 你们的想法怎么样 要足够的实力 是什么样的实力 不具人 还有没有 造势 还有没有 把他变成自己的 把他变成自己的 把他女儿娶过来 把他女儿娶过来 把他的儿子变成我的女婿 就变成 好 你看 你看这东老师现在想了 还有没有别的 孙子提的方法是什么方法 你们的方法 跟孙子的方法 有没有不一样啊 孙子提的方法是什么方法 如何能够对敌人发后生命 发后生命 如何 用什么方法 无行无行 很简单 啊 是啊 敌人有行我无行 敌人是透明的 我会看得一清二楚 可是我方呢 就是雾蒙蒙 完全 看不见 对 孙子的方法 是这样的方法 你们刚刚说 简单方法也很好啊 也很不错啊 但是孙子的方法 你们说说看啊 行人而我无行 你看他下一句话 你看看 行人而我无行 他的方法 就是这几个字 六个字 行人 让对方的行踪 让对方的实力 完全暴露出来 对方也很想隐藏 没有错啊 人家也不笨 人家说不定比我们还高了 对不对 可是我为什么 可以让对方暴露 而我呢 却可以让对方 完全无不少 所以孙子的方法 跟你们的方法比比看 你们刚刚讲说 把对方女儿取过来 合翻嘛 是不是 有人说要造势 有人说要实力 看到没 孙子的方法很彻底 就是一个方法 这是一个极致 所以你看 其正是极致 一个非常完完全全的对比 就是 让对方透明 而我方 不透明 就形成绝对的 资讯不对称 你们现在所讲的资讯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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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我知道比较多 我还没说厂商的资讯 对产品的使用 技术 年限 各方面的资讯 完全都不是 消费者所能够比拟 但现在消费者呢 由于网络的关系 现在整个Information 也慢慢可以追得上厂商 可是永远都还 过不到厂商那么高 所以两方面 就有一些差距 可是这个差距 慢慢在缩小当中 这叫Information 但是孙子这边所讲的 两边交战 就是完完全全的 一百跟零之间的一种对立 一个是完全被我看清楚 一个是完全不被人来看清楚 评估看看 有谁评估看看 行人而我无形 上一句话说 行人而我无形 维护维护至于无形 看谁能够把我方的行中 唯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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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 omega 所以我不知道 你用白话我来讲的话 是尽量让自己的行中 越来越唯 唯小 越来越看不清楚 比至于到无行 无中的地度 神乎神乎 像神一样 这么样的没有声音 像奈良一样 这么样的没有行 看不到 所以让自己几乎化为无形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能够扮演对敌人发号施力的角色 就可以完全占据这样的优势 这样的优势就可以让你进 就可以冲其须退 对方过不上 我欲战对方不得不战 我不想战对方不得不 不能跟我战 新生绝对的优势 这样绝对的优势就是无形 是吧 行人我无形 你这个地方 游击战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意思 你看对方是正规军 在民处 我方是游击队 在暗处 完完全全是行人 都无形 游击队如果是 纵服夜出 白天完全躲起来 晚上才出来 晚上敌人要睡觉 你出来 正好就可以跟他颠倒 完全可以骚扰对方 破坏对方的战略 你行人我 看到没 所以你看美军去打越战 美军打阿富汗 通通吃着败战 为什么吃着败战 虽然表面上看一下 他好像把人家村庄轰得稀里巴拉的 可是阅兵 阅兵在哪里 你杀了他吗 你完全把他杀光了吗 没有啊 他永远跟你玩抗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子急 所以谁赢啊 不是 数量比较多的 这个如果对大家起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可以对各位同学起什么帮助 棒球投手两方面 平常如果不经常对阵的时候 你很难知道对方真正的投手主力是谁 经常都把对方真正用来对付你的那个主力的投手 把它隐藏起来 所以 战场上头 只有当他出来 站上投手球以后 跟他交手的一举两举以后 才知道这个投手 完全可以克制你的打击 你那张打击的话 九局完全通通都是三阵 要不然就准备 那很惨 所以棒球上头很多时候 有一个神秘的一个投手出来的话 你事前完全对方不知道 还没有什么历史可以描写这样的概念 这种概念 现在很多人都在用 就是保存你的真正的实力 不让对方知道 可是这样的说法都还没有他说的好 你看他的说法是什么 很简单 行人而我无形 不是只有让我不让对方知道而已哦 我还要知道对方 所以你看是不是 王文全一百 我是一百对方是零 你还想到什么 先让他朋友 这个其实也有很多人在用的 你会发觉 前一阵子那个杨又瑜自杀 网络上投资商 他怀疑其实在骂他的 对他毒舌的 其实就他旁边的很多 有没有 像这种招数其实上很多人都在用 只是你看看今天读了孙子拼牌以后 你发觉 他就六字 行人而我无形 我就可以为敌人之使命 还让你想到了什么 全班都跟少数两个人在动脑筋 其他人都在干嘛 其他人都无形的 就只有我们自己无形 大力光什么case 都是同样的概念 同样的概念 所以这里头给我们什么启发 很好 这个EMBA的学长提这个概念 大力光 其实我上位提的那个 那个长春话宫 长春话宫那个老板叫林书宏 因为有机会上网去读合一下 他不上市 不跟银行借钱 几十年来用的研发的资金 通通从他自己赚来的钱 行人而我无形 做人非常低调非常踏实 你们觉得这样怎么样 这样的人生如何 要不要学学他 要不要学学这种人生的形态 用这种行为当自己的一种行为处事 低调 所以别人根本无从得知你 天下啥事要来采访你 你要不要接受采访 不接受采访 有些董事长赚点钱以后 天下采访好高兴 那些一定要化妆 一定要穿什么样的领袋 恨不得 全天下都知道 我事业做得很成功 看到没 将来如果人家采访你 你会不会轻易让人家知道 很多人是不是都会 巴不得人家来采访你 你去跟哪个媒体人家当好 将来采访我 透过第三层犯个话 希望人家来采访你 对不对 这么好多人都是这样子 有好处 对 有好处 但是 有没有坏处 有没有坏处 是啊 你是可以控制 有些是不让他知道 所以必要的时候 你还打个真理 可是我告诉你 有些人是根本 我已经知道怎么做生意的 我有我的客户 我什么事都不让人知道 有些人就是这样 但是各位你评估看看 世界上少有这样的人 如此的低调 因为他信奉了人生的一种所谓 就是 低调 成语 别人不知道 我的客户在哪边 我的供应链在哪边 我的技术做什么的 别人不知道 一旦让他知道 我的客户是什么以后 我啊 就开始有人要挖我的客户 看到没有 所以要不要广告 要广告 可是一广告立刻就有 有户险 你们财务上 你们金融上都不是这个 概念叫户险 是不是 银行户险部位 那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户险部位 户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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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不容易被打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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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这个历史可能不见了 但是他名字取得很好 叫不显部位 很容易让他来找 同学们 今天讲的这个地方 不知道对各位有多少的号召力 不知道对各位 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一种力量 你觉得什么样 这个跟我一般人是不一样 一般人是追求 你只有三分实力 后不得把你写成 渲染成为你有一百分 你只有三十分 后不得仍然被你渲染成为六十分 看到没 因为这是一个广告行销的世界 现在很多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都是这样子的 可是今天你看孙子冰王所讲的 当然这是国之大事 死生之力从亡之道 对吧 你可以不这样这样做 但是事实上有很多不少成功的人 信奉的守折却如此的 你听听看你觉得怎么样 是啊 资讯不对称 有点困难 但是 是没有错 但是我们刚刚不是举了一些例子吗 像林书宏啊 像他们都是行人和我无形 守住一件事 不轻易曝光 不高调做人 不高调做人是什么意思 很低调 行事做过很低调 没有人知道许文龙长得怎么样子 你知道吗 连他公司的员工也不知道许文龙长怎么样子 知道吗 所以许文龙经常去游泳池 奇美里头的员工的游泳池游 没有人知道他是大满池这样子 他跟他聊天 诶 你是B队吧 没有人知道他是董事长 没有人知道他就是许文龙你知道吗 有没有这种老板 这种老板好不好 你要是做一个老板做成这个样子好不好 失败是成功 诶 徐文龙是这样的人 诶 徐文龙现在大家不太慢慢讨论他 现在很多老板都是很容易曝光 好一点讲是对自己的公司在做宣传 但是他无形招工他也埋下了很多 危机 低调不见的是输 往往低调别人还不知道他在哪里 他会输吗 他是不是反而比较会有优势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有没有谁对这种做法有什么批判的人 大娃娃就是 他不知道谁 他不知道对手是谁 他不知道敌人是谁 很可怕 所以你知道这世界上现在好多人都在玩Facebook 走到现在为止没有Facebook 一开始我就不喜欢Facebook 所以知道我 知道我的人很少因为我也不值得人家知道 我不值得人家知道 你知道吗 没有广告 没有Publicity 那刚才没有人知道我 这是我的缺点 有缺点 是有很多的缺点 但是你衡量再三 你把这一切加加整整 你把它算一算 你将来如果事业做得越大 你要一天再往上苹果一跑 你要那样上一周刊 你看你是名人 是啊 人家知道你的名字 可是你要尽量让别人不知道你的名字 你知道大陆那个任正非 你们现在对大陆彼岸的一些这种事业体积慢慢研究 他们那边呢 很厉害 像那个华为 华为那个老板啊 叫任正非 人啊就是任我型那个任 正就是正确的正 非是是非的非 任正非 所以 多少人想要采访他 从来神龙见首不见尾 没有人能够认识说 任正非是长这个样子 从来不出现 可能名气大了 他一辈子信奉这种非 在战略上头藐视敌人 在战术上头非常的敬重对手 可是一辈子呢 他信奉一个信念 叫什么呢 叫做做事 要高调 可是做人 要低调 做事要高调 想办法公司 想办法做的事业 要能够宣传出去 那华为今天全世界搞通讯的 无人不知啊 西方的媒体呢 称华为公司是西方同样的 电信业者的一个灾难 他的崛起 代表的是西方同业者的一个灾难 很可怕 可是呢 没有人知道人这边想怎么样做 什么颁奖啊 什么哪些场啊 他从来不出现 所以他信奉的是 做事要高调 但是做人一定要低调 这就很像什么 战略上头要藐视对手 可是在战术上头要非常的尊敬对手 这都从这个概念出来 这种概念偏偏是我们现代人啊 一个很大的 相反 我们现代人呢 不止有Facebook 还要什么 还有推特 还要什么 还有什么 link 还有什么 什么东西都想办 而且每个礼拜要画一张照片 哇 这是我最近的 你看上一次落伍了 这是三个月 他们的每个人都知道我 很危险喔 很危险喔 前几天看到我一个朋友 说奇怪 他没事的时候 他们收到两三封 不知道哪一个国家来的那种 外国人 在他的手机上 他们说我好想做你的朋友 好喜欢你 看来好恶心啊 这个人突然被见过 可是就两三封这种照片 送到他的 在他的影片上 他们好好反省说 噢 大概是他Facebook上头 他的相片 到底什么事情 就很容易变成 是这样的事情 我不知道因为 这样的透明化的世界 到底安全系数增加了 还是降低 不知道 那你们评估看看 所以 行而我无行啊 你们参考看看 做人低调一点好 还是做人抬高调 高调的话 一天到晚就让人家 高调怎么好说 大家都知道哪个名字 那你也很容易被人家攻击 是吧 你也很容易暴露 那人家都知道你的名字 可是你知道 当一个人沉迷以后呢 很容易啊 很容易啊 就被人家攻击的对象 那变得很 很容易曝光 曝光 曝光就太高 那你们参考看看 那你们参考看看 觉得怎么 新人我无行 在下面看有什么东西呢 打游击战啊 企业体的经营啊 做人处事啊 是不是 永远都是有一批人 就是如此的愿意 如此的隐藏他的行踪 别人不知道 可是在同时 我却非常清清楚楚地知道 对手 那这种概念叫做 行人我无行 行人我无行的第一个好处 就是什么好处 我专的敌分 我的力量是专注的 敌人是分散的 为什么 因为 我专为一敌分为十 我对敌人永远都是十倍于对方 我跟对手的接触 永远都是我是对方的十倍 我是对方的百倍 对方 都是一百分之一 对我的一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为什么 对方暴露我无影无踪 我对对手永远都是一 对对方的百分之一 所以我是专 而敌是分的 我是一 而敌人是死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快 动一下你们聪明的脑袋 想一想看 为什么行人我无行 对方的力量 就会分散 而我的力量 就永远都是保持一 所以跟敌人 在每一个接触点上头的对峙 永远都是对方的一百倍 为什么 所以 为什么对方会 力量会变成一百分之一 你 你讲对了 再讲清楚了 我的意思 为什么对方 会把他的兵力 稀释掉 因为对方要 他不知道该防守哪里 所以说呢 所以他每个地方都要防守 看到没有 所以他的力量是不是分到一百个地方去 每一个地方都要布一百分之一的兵 可是由于我不知道 对手不知道我 他 不知道我打哪里 所以他每个地方都要防守我 对不对 所以他每个地方都要安排一百分之一百分之一百分之一 对不对 可是我 我只要我一出现的话 永远都是多少 永远都是一 对方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 所以我才不分散 我只要不要让对手知道我的行踪 知道我的实力 我在每个地方跟对手的接触 撞击 永远都是对方的一百倍 所以我永远处处占有优势 这种优势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 只是我占优势而已 这种是绝对的一百对您 这样的优势你知道吗 如果创造出这样的优势出来 秘诀只有一个行人而我无形 懂了吗 所以如果你处在弱势 你是劣势 你的力量没有对方多对不对 你怎么打对方 你怎么跟对方 好比说你的力量是二 对方是五 人家五比二 那我的力量是对方一半都不到 我怎么跟他对的 我一定要记得今天所讲的一句话 那对方具有优势的时候 我还想要跟对方取得一点对峙的话 一点力量我要怎么打 一定要行人而我无形 我才可让对方兵力分散 稀释掉 而我无形 所以每个地方我都可以用我全部力量去打他 他分布到十个不同的地方 五除以十 他每个地方都是十分之五 我就是二分之一 可是我每个地方都是二 二 这边二 所以我拿到这边是二 我立刻撤退 到别的地方也是二 你懂吗 当然我会比较累一点 我会经常跑 跑没关系去跑减肥啦 行动力很快速 来弥补力量是不足 对不对 关键在我无形 对方有形 记住 这个给 所以日后如果人家欺负你 你在职场上的时候人家欺负你 人家是很高很高大很强壮 你今天懂不舒子冰法以后 你知道我处于弱势的人 我要怎么样防守我自己 怎么样去造成我的局部优势 就是 立刻让我自己 无形 让对方有形 暴露出来 然后想办法让对方兵力分散 他一分散的话 我用无形的方式 我很快 在每个地方我都可以取得过 你没有感觉 就是为什么越来可以打败美军 越来为什么阿富汗可以让美国人 可以看俄国人 医古人都可以来刺激古人 关键就拿六支 行人而无形 行人而无形 就可以我专而敌分 我专而敌分 我以十攻击一眼 则我重而敌刮 能以重击刮水 则无之所以战者愿意 我跟对手打仗的地方 通通都是我占有绝对的游戏 对方的力量都是 一小步和一小步 就像这样一样 你讲错 当他当宰相 有一天 他的太太死掉了 国王的太太叫什么 王后 死掉了 死掉以后呢 一定要想到从他旁边 七个妃子当中挑一个 上来继位 可是会挑哪一个呢 七个妃子都很漂亮 他如果侦测出来 将来会当王后的那位妃子是哪一个 他好赶快来巴结他 他怎样让对手暴露他的行动出来 他的对手是谁 他的对手是谁 七位王 如果让七位王很自然的曝露出 他将来 会选哪一个妃子来继位 继王后的位 他用一个方法 他打了七副非常漂亮的尔环 其中有一副最漂亮 和他不讲哪一副最漂亮 那七副通通交给七位王 然后在有一次国宴上 他就注意哪一位妃子 带了那一副最漂亮最漂亮的尔环 那一位 就是他开始要巴结的对手 看到没 这就是很漂亮的一个位置 所以 怎么样让对手献出他的行出来 献他的行出来就等于暴露他的实力 这不是那么简单的学 这是要动一点脑心 像有一个江湖术士 带了徒弟 沿街卖唱 沿街讲 要算命的来啊 献腹大人呢 不喜欢人家这一套 就把他抓过来 抓到他献腹的关押里头去 啊 这个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这个县府大人知道 说 你很厉害 你有没有办法帮 他帮他太太跟两位丫鬟 已经跳过来 你有没有办法帮这三个 我的家军算下来看 哪一个 是 我的夫人 你要算出来的话 你也可以知道 哪一位是我的夫人的话 我判你一罪 换你走 他用什么方法 那当然他事先请人家打扮的好 三个穿一样的服装啊 是吧 做一样的打扮 怎么样布露 真正的县府 那县官的夫人 怎么样让他布露出来 这很简单 他就 打他的徒弟 让他徒弟做书非常 非常 泡妙的一些言行出来 让惹了那三个 三个女卷啊 看能不能哈哈大笑 三个人当中两个人 第一个 就开始吓出来 有一个人不笑 他马上就把箭头取向 这个不笑的 这位就是 夫人 就暴露出来 这个形状出来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 让对方暴露出 他真正的实力出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新人 我意思 所罗门王 他也是用一个方法 很有名的故事 就是 他就用一套方法 就是 我把孩子 切一半好啊 看谁哭得最伤心 谁说不要 那个人就是 真正的妈妈 两个人不知道 抢孩子吗 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吗 他怎么分辨出来 我倒是知道 我把那孩子 切一半 你们讲的 最有一半 有一个人就说 好啊 那好了 那就不行 那就讲过 这知道吗 让对手 曝露出 他的实力出来 而我 这通通都是 一个非常 重要的决战的关键 那怎么样 怎么样 这样的一种 一种火火呢 平常是 多养成 做人低调 做事高调 其实做事也不一定要高调 很容易让人家误解 哇 你做事的时候 风风火火的 那全场都知道你很厉害 到底不是这个意思 总之呢 尽量低调 同意吗 如果你接受这样的概念的话 可以经常喜心隔面 好好想想看 自己是不是平常做人处事太高调了 太高调有缺点 而且告诉你 阻力又非常大 有没有问题啊 这边 有什么想法愿意跟我们分享的 没有 虚实篇 虚实